大家好 我叫馬克 這段視頻是要跟大家解說這個 那個安裝FiveFast瀏覽器的那個 手把手教學 那個有不少網友有在下載這個 Mag空間的那個檔案 然後那個找不到那個緩存檔在哪 然後就被曬爆 然後那個這個 FiveFast他是從 某個版本後就沒在緩存這個Mag檔 Mag檔案 好這個稍後再說明 就是有在下載這個Mag檔案的 Mag空間的那個檔案的話 是建議使用這個FiveFast來下載 好這片就是個人安裝那個FiveFast後的一些設置 還有那個使用心得 大家可以看看 然後下載網址這裡 點一下 然後點這個Windows Windows就可以下載 然後下載那個安裝的過程就跳過了 就是下一步到底而已 然後安裝後就是把選單列 就是參考這張圖 那個用出來 就是個人習慣用上面這一排啊 比較方便一點 像這麼多功能 要濃縮成一個按鈕 個人覺得有點不太可能啊 就是這樣比較方便 然後移除掉這個 因為我已經有這排 那個選單列 就不需要這個 這個 這兩個東西 就把它移除掉 自工具列移除 自工具列移除 就是這邊參考這張圖 然後那個右鍵 自工具列移除 這個就不用移 這個是看那個 你下載的東西 就不用移它 就是看 查看你正在下載的東西 就是那個 我的最愛跟 首頁這兩個 把它移除掉就好 這裡 可以叫出選單列 這上方右鍵 好 再來是說明那個 首頁設置跟下載的東西 要放哪裡 選那個工具 我這邊都有那個圖片說明 工具 選項 大部分都應該是使用那個 Yahoo奇摩 做首頁 然後那個 就是這邊 這一項就是 當Firefox啟動時 顯示首頁 那個 Yahoo奇摩 確定 測試一下 有啊 但是個人是習慣這個 顯示上次瀏覽過的 就是關閉後 顯示上次瀏覽的 那個 網頁跟飛機 個人是習慣這個設置 然後再來就是下載的東西要放哪裡 個人是習慣就是 放桌面會比較好 就是當你下載的一些檔案 放到桌面之後 譬如Zip啊 影片檔那些 然後再從桌面上 處理掉 看是要放到別的槽 或者是 打開 解壓縮 打開後 看怎麼處理 放到別的槽 或者是刪掉 這樣子 會比較方便 或者是 某個 執行檔 某個那個 程式安裝 都在桌面處理後 看怎麼樣 會比較 就是 直接下載到桌面 會比較方便 就是 全部儲存到 瀏覽 桌面 選擇資料夾 就把它放到桌面 然後 這個測試 測試一下 就是 就是 因為我現在是設置關閉後 那個 顯示上設離開的那個頁面 有沒有 因為我覺得這樣是比較方便 然後下載的東西放桌面 處理後 就是這樣比較好處理 好 再來下一個 就是 安裝那個新同文堂 減反轉換 這裡 附加元件 這邊都有 Key這張圖 看一下 工具 附加元件 這邊 這邊只要Key錄那個同文兩個字就可以了 然後 搜索 好 有了 這個 就是這個 安裝 重新啟動 然後 他會多一排這個 這個沒有用的東西啊 然後 我們就把這個勾勾取消 取消掉 檢視這裡 工具 檢視工具這裡 這個取消掉 因為我不喜歡這個 瀏覽器 這邊給我多一些奇奇怪的東西 就是保持 像這樣子 乾乾淨淨的會比較好 就是這裡 檢視 工具列 把這個勾勾取消 按一下取消掉 就可以 然後要說明一下這個 新同文堂的網頁跟輸入框 的減反互換 我這邊找一個 找一個網頁 找一個網頁 像這個 這個是簡體 我們只要 右鍵 這個空白處 右鍵 同文堂 它這邊寫 它這邊寫 網頁轉成繁體 它這個就是繁體 它這個就是繁體 網頁 轉成簡體 就是簡體 很方便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速度框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速度框的部分 我這邊隨便 跟那個減反體 但是輸入框裡面沒辦法轉 它這個新同文堂 它可以在這裡 點到這一項 然後右鍵 它可以在輸入區 轉成繁體 有沒有 轉成繁體 轉成簡體 因為有的那個大陸的網站 它有那個搜索的功能 你要用繁體字搜索才行 你不能用繁體字搜索 用繁體字搜索會找不到東西 所以就可以把你的 你所要搜索的東西 你打成繁體之後 這裡 轉成繁體 然後再點搜索 好 那新同文堂的功能解說就是這樣 再來是這個 MAG MAG空間 它這個附加元件 它這裡 也是有啊 但是好像是別人寫的 而且很久沒更新了 然後我們 要到那個 那個 官方網站 我們 co.mz 官方網站下載 這邊我有Key教學 可以點進去看一下 這個Menu這裡 Language 中文繁體 中文繁體 儲存 主選單這裡 好 這邊有貼一個圖 APP 然後這邊 Firefox APP 就是下載這個 Mac的那個 插件 這樣的話 你在下載這個 空間的 下載那個空間的東西 允許 會比較順暢 才能下載這個 這個空間的東西 好 它這邊寫 已經安裝好 我們這邊看一下 工具 附加元件 然後點這一個 這項 它的意思就是 擴充套件的意思 你安裝了哪一些插件 點這邊才知道 好取的元件是這邊這個 然後搜索關鍵字 點這個 工具 附加元件 然後點擴充套件 看一下你安裝了哪一些插件 好這個已經進來了 那個Mac 已經安裝好 然後看一下 那個資訊 2014 那個更新日期 2014年9月25 那個就是今天了 它這個還不錯 它有在更新 那個就是 有在更新就是比較好 就是 那個 那個 處理Bug的問題啊 什麼的 就是有不斷的更新 這個插件 會比較好 然後安裝好之後 個人習慣都是 關閉之後再重開 避免那個插件 沒載入到 好我這邊測試用網址 你安裝好插件之後 它會變成這個 它前面會加一串 那個 這個王子蘭 會變成這個 這個就是說 我現在測試 是不是已經沒有緩存檔 就是 下載之後 下載之後 沒有那個 MAG的緩存檔 就是緩存檔啊 因為 在好像是 這個 CORON跟那個 IE 下載之後 會有緩存檔 會有 就是會 你下載一個檔 會佔兩倍的容量 那 一般我們 系統桃 都是 分割的比較小 或者是用那個 SSD 你下載個百來G 然後兩倍 原本你下載100G 現在兩倍變200G 很容易篩爆 而且暫時的緩存檔 那個 那個 目錄又 不斷的在變更啊 這個 CORON 那個 會找不到 所以我這邊建議 改用這個Firefox 它是從某個版本後 就沒有緩存檔 要怎麼測試啊 我這邊會改成這段 視頻的那個 檔案啊 我現在是隨便找一個 然後你點這個 下載之後 下載完成之後 你先看一下 你的吸槽 你的容量 然後你下載這個檔案之後 看吸槽容量多少 你再把這個檔案刪除 譬如把這個檔案 刪除掉 譬如你下載了某個 那個 那個MAC檔 下載過來到這裡 然後這個右鍵刪除掉 刪除它 支援回收桶清空之後 並不是你刪除之後 那個容量就會不見了 是你要支援回收桶清空以後 容量才會不見 然後你那個 測試一下 應該就是 我測試了好幾次啊 應該就是沒有這個緩存檔 它會直接把它刪掉 這個Firefox 就是下載那個檔 的空間裡面的檔案之後 它會把緩存檔直接刪了 我測試很多次 我測試很多次 就是你下載之後 譬如下載這個 然後你把它刪除 然後清空 那個吸槽容量應該都是一樣 就是沒有緩存檔 沒有MAC緩存檔 就是這樣子 好 那 這個 這個 這段測試網址我會改成這段視頻的 因為這個大家可以下載測試看看 這個 緩存的 那個 問題 再來是 說明一下這個 九宮格設置 可以看一下這個 點進去看一下 就是這個 九宮格 個人是蠻喜歡這個功能 它這個是要拉這個 歷史 那個歷史內的頁面 這裡 所謂的歷史頁就是說 你今天看過這個頁面 譬如看過這個頁面 之後 它會留在這裡 然後點 拉過來 九宮格 這邊歷史 從歷史這邊拉 從這一個我要拉到 譬如我要拉到這一格 拉到這一格 然後我要把它固定在這裡 就把它固定住 好固定住 把它放到前面 這可以拉動 Google搜索固定在那個第二個 這樣就是你看過的網頁 它會給我再歷史 然後再從歷史 裡面 拉出來 你如果不要的話就點這個插 它會刪掉 就是這樣 九宮格的超速就是 設置超速就是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Youtube影片下載教學 可以點進去看一下 知道有這一個 這一個用法就可以了 如果有需要的話 就是 你想要下載這個 Youtube影片的東西 就是你沒下載知道一下也可以 好 然後我這邊 要怎麼下載 就是Youtube影片 附加元件 工具 附加元件 這 打 Youtube 搜索 搜索 可以可Youtube影片 download 它這裡有一些插件 然後我們要安裝這個 最近更新的 像這個已經很 像有的 像這個很久沒更新的 就不要載了 像這個 有在更新 有更新 就這邊都可以選了 大概就這四個 就選一個 安裝 就可以 因為這個Youtube 它是不斷的在更新 你下載太舊的話 可能會沒支援 可能會沒支援這個download 然後我隨便講一個 就是用這個 這套 其他的 就大家可以自己設 這個 另外三 那個這些 大家可以自己 試一下 我去安裝它 好 這邊是測試用網址 它這裡會多一個那個download出來 我們就可以下載這段影片 這邊會多一個download 附加 附加元件這裡 我現在把它停用 它這個功能就是說 我現在這個Mac我不下載了 這個 那個Mac空間的檔案 我已經不下載了 就是99下載一次 我現在不下載 我就把它 把它移除掉 如果我要下載的話 再去官網重新下載一下 因為你一陣子沒下載 然後官網的這個插件 再更新 啊 你太久沒下載 用這個舊的插件是 沒辦法用 所以我就把它 一些那個沒有再用的話 就把它移除了 好 我如果要下載的話 再去官網 那個下載這個 Mac插件 我現在把它停用 我已經把它停用 那要再到剛才的那個網址 那要再到剛才的那個網址 靠藥 那個要重新啟動來 沒有關係 沒有那個按鈕 就是你連進那個Youtube 它是這個是不給人家download的 但是你覺得這個影片還不錯 我想要download它到電腦 download到自己電腦上觀看 的話 就是用這個插件 這個 現在把它啟用 好 啟用之後 剛才那個網頁 好 會有多一個按鈕 然後 一般都下載這個 最高畫質 這個 720p 然後它這個 有的那個 它這個那個 one click 那個 youtube videodown的 它的按鈕是在這裡 它其他的那個 其他的那個 插件 相同插件 類似的插件 它的那個按鈕可能在這裡或這裡 甚至是你要右鍵點下載 這裡 它那個按鈕的位置會不一樣 但是應該都有那個按鈕 可以大家可以自己 試一下 找一下 然後點download以後 好 譬如要下載 存放到這裡 存檔 然後 這邊 這邊就可以 有沒有 這邊這個 箭頭按鈕會變這樣 我可以看一下 它下載的情況 所以我那個 先前那個下載按鈕 是沒辦法移除 因為要看下載的情況 因為那個 這個 這個是我測試下載後的結果 好 就可以點著播放 就是 下載到電腦 可以在電腦上自己看 好 這就是 知道有這個功能 就可以了 知道有 知道有 有這個 Youtube 下載的方法就可以了 然後再來如果你要 那個 當廣告的話就是 一樣 工具這個 這裡 adblock 這裡搜一下 應該是裝這個 它這個 比較有名 就是這項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就自己裝一下 好 再來就是說一下這個 那個 首頁被綁架 除以 因為有那個 不效軟體安裝後 有沒有 它會綁你首頁 然後我們要做還原處理 它怎麼還原就是 這裡 這篇我有去教學 可以點進去看一下 其實就是這裡 說明 那個 疑難 排擠這裡 然後重設 這個 還原至出廠的狀態 完成 完成 關閉 這樣就好 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 刪除這個 舊的資料 清空 然後再來就是 什麼就是 再來就是 叫出這個 功能 然後 首頁設一下 下載的東西放主面 新同文堂安裝一下 如果你有要下載這個 MAC 空間的東西 你就去官網下載 它的APP 插件 就這樣 然後還要這個 這個功能 還要再說一下 就是說 你太久沒有用這個 Firefox 譬如半年一年 很久沒用了 然後它這個已經更新到 四十五十或六十 的版本 這個時候你 點這個 說明 關於這個 然後它更新以後 你還要再點一下這個 重設 這裡 重設Firefox 至原廠 因為你如果太 那個 它那個設定檔 相差太久 太多版本 它會沒辦法覆蓋掉 會讀到那個 舊的那個設定檔 這樣跑起來會有問題 就是說 那個 你這個太久沒有用這套 Firefox的話 你最好 譬如 我只有 譬如你只有在這個 下載MAC空間 的東西的話 你才開來用 它但是你隔了半年之後 都沒下載 它半年後你要下載 某個檔 那個MAC空間 的某個檔 你就開來用的時候 你這裡 要點關於更新 Firefox之後 還要再給它還原 就是讓它設定檔 重新 還原 至出場狀態 要不然它讀到舊的話 它可能就是會出一些Bug 然後再重新去這個 這個 這個MAC的 的官網 去下載它的那個 那個APP插件 它這個APP插件 因為你這個 你太久沒有用的話 你這個太久的那個 APP插件 沒有更新的話是 沒辦法下載 可能就是下載會出問題 大概就是這樣 好 那 這一篇的那個 Firefox的 瀏覽器的 手把手 那個視頻教學 就 那個介紹 講解到這邊 那個 謝謝大家收看